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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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给我你的爱 别失去相信 别受到伤害 No no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有时都要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他没有保护你 他只顾他自己 他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却要离开你 像一场电影 我能够明白你感受 不能接受 可时间不允许回头 是时候必须面对事情 没有那么糟糕 记得有一首歌 只要你获得彼我好 别让眼泪 占据你每个夜晚 I don't wanna see you cry So come on girl 你的爱 越失去相信 越受到伤害 No no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丢失着我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是真的忘不了 我真的躲不得 我一直会陪着你 知道你不用再烦恼 可乱是这样 可我却找不到 那怪我跟你说的 那些笑话便不可笑 你应该过得好 你可以做得到 你应该知道 这些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想你过得好 我想你做得到 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 说死我最大 你应该爱 越失去相信 越受到伤害 No wanna cry 没得到结果 就已经失败 在我的世界 有一场风暴 把一切吹散 有时跟我 找不回来 Who can save my life 有了你的爱 喂 等一下 我告诉你 那个孙一伟 在我吃饭之前 他就已经把我给气饱了 小婷 你不知道 他们家真的奇奇怪怪的 No 所有的家具 都比我的年龄大 他们家怎么那么多人啊 我没见过一个家 有这么多人 全挤在两张桌子上吃饭 叽叽喳喳的吵死了 哦 对了 他还有个外甥 比我大一岁 居然叫我小舅妈 我说你呀 既来之则安之 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一定要吃好喝好 养精蓄锐 才能应付得到 敌人的进攻 你得明白 你这是工作 得拿出点职业精神 对 你说得对 凡事应该 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其实 其实他们家也不错 他们家菜做得很好吃哦 他们家房子在一个院子里 门前还有一个水池 看上去挺漂亮的 还有 还有他奶奶挺亲切的 笑笑笑笑地叫得很和善 为了我妈 我一定要拿出专业精神 加油 咱们打个电话还不回来啊 哦 妈 肯定是和家人报平安的 她出远门 家里人不放心 多聊几句也很正常 好 是是是 一伟 我跟你说啊 心疼老婆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过分了 以后把她灌坏了 将来切到你脖子上去 哎 你是个男人难看不难看 将来吃贵倒霉的是谁 是你自己 以前吃贵没吃够是不是 哎 吃你的饭 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人家笑笑跟童节又不一样 童节是什么样人啊 笑笑又不是童节 她才不会像童节那样 况且像童节那样的女人 才配不上我小舅呢 舅舅 童节 童节是谁啊 你以前女朋友啊 都给我住嘴 谁要是以后再提这个女人的名字 我就把她赶出孙家 奶奶吃菜来 奶奶吃 吃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快吃吧 回来了 啊 打完电话了 嗯 刚才也没吃什么 来 多吃点 不然的话 是 待会儿要饿肚子了啊 多吃点啊 快吃吧 嗯 你们先吃 我去上个厕所 一伟 妈 去吧 去吧 你不是上厕所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过来了 你妈让我过来看看你的 你怎么了 好像不太高兴了 我没什么 出来透透气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 觉得里面空气不好呢 原来你也这么觉得的 你们家怎么那么多人啊 而且老觉得怪怪的 你打那么半天电话啊 是不是就是为了撒气啊 是啊 那 人是不能让郁闷的情绪 在心里停落 超过一个小时的 要想办法把它倒出来 倾诉就是方法之一 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太高兴啊 怎么样 想不想倾诉 我可以邪耳恭听 谢谢你啊 我没什么可倾诉的 嘿 真的没有吗 没事 你说吧 我懂的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 不是想打探你的个人隐私哦 我看你都快变成 惊弓之鸟了 那还不是被你给吓的 你确定没有垃圾可到吗 垃圾 什么垃圾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 都会遇到很多 对自己身心健康 非常不利的情绪 我把这些捧称为垃圾 就像我们生活 每天都要倒垃圾一样 这些不利的情绪 要赶快把它倒出去 不然时间久了 这个人就会烂掉 臭掉 你懂不懂 可是如果垃圾积的太多了 全都堵死了 就倒不出来呢 育工一上 如果太多了 就一点一点一点的 往外倒 总有一天 会全部都倒出去的 其实 有些事情 过段时间再去想的话 就不觉得那么无聊了 所以不如 之前就别把它放在心上 听你说话 怎么像愤青似的 你怎么那么爱给人贴标签啊 脑瘫 赠青 什么上纲上线的 烦不烦啊 你那么敏感干什么 我没有别你的意思 你别我也没有关系啊 我就当全部都是垃圾 把它倒掉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这一天可真够瘦的 怎么着 听你说话那口气 这一天过得很累似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你们家有那么多人 叽叽喳喳地吵死了 而且在饭桌上 不管我喜欢不喜欢 都夹菜给我吃 你说我吃还是不吃啊 楚晓晓 他们给你夹菜呢 是对你热情 对你好呢 你别不知好歹了你 谢谢了 不必 我想吃我给你自己夹 楚晓晓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管你们家 原来是什么规矩 但是现在是在龙门 是在我们家 你就得给我入乡随俗 我带你来是让他们高兴的 不是让你给他们添堵的 你别以后在饭桌上 跟我说什么 这才不健康 那才不卫生的 你哪那么多毛病 可是我就是不习惯 那么多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啊 我就是受不了 所有的人都一起热情啊 我的习惯是我饿了我才吃饭 吃饭是为了活着 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不管饿不饿都按时吃饭 那是可耻的 这就是你自己的歪逻辑吧 怎么了 楚晓晓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原来是什么习惯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就得开始慢慢适应 我们家的习惯 受不了你也得给我受着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 你最好对我们家人态度好一点 不然小心我扣你工资 就会扣子 看好了 这包普洱茶和这两瓶酒 是送给我爸的 这些补品是给我奶奶的 这观音画像是给我妈的 分清楚了 跟他们说就说是你送的 我说说吧 是什么事啊 现在给我记词了 知道了 我会记得的 真是 买这么多东西啊 你看看都自家人了 真够破费的 不破费不破费的 那是笑笑笑什么 是啊 是啊 有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们孙家的福气啊 对对对 是是 我看哪 趁你们春节大家都在 把婚事定下来 五一就结婚 好啊好啊 我都盼了好多年了 是是 都算盼来这一天喽 对对对 奶奶 爸妈 笑笑现在还不能结婚 她上学还没毕业呢 不能结婚哪 那 那咱们订婚可以吧 对对 订婚 订婚 爸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什么订婚呢 而且笑笑也不能在她爸妈 不在的情况下 把婚给定了呀 对啊对啊 那 笑笑啊 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妈都挺好的 那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妈自己做点生意 我爸 是警察 是警察呀 警察呀 警察好啊 警察了不起啊 对对对 为建设咱们和谐社会 保驾护航 为保护老百姓安居乐业 做贡献 警察了不起啊 对对对 了不起的 对对对 叔叔 你也很了不起啊 我来之前呢 就听义伟说了 说您教会无数人才 那真是逃离满天下 走在这龙门镇上 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你的 他都知道都知道 哪里哪里啊 我才书学浅 我只不过是比别人略微的 多读了几年书 略微的多识几个字罢了 在其位谋其政 当个人民教师 就要尽教师的本分 哪里谈得上什么了不起嘛 怎么能说是略微呢 替您的谈吐 就知道您才高八斗 学师渊博 德高望重就是德高望重 要不怎么能是 龙门孙氏学会的会长呢 不德高望重的话 怎么可能退休后 又被旅游公司 反聘回去了呢 叔叔 您太谦虚了 这些你都知道啊 你看哪 我只不过是尽一点余热而已 尽一个老党人的义务而已嘛 妈 看今天把他给高兴的 高兴高兴 晓晓 你可不知道 他平时啊很少有个笑脸 整天绷得紧紧的 严肃得一塌糊 妈 不会啊 叔叔就是不笑的时候 看起来也很随和 好厉害 以后啊 就别那么客气了 来到这儿啊 就像来到自个儿家一样 我和一伟他爸爸 也把你当成亲女儿一样看待 以后别花那么多钱 带那么多东西啊 妈 那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一点心意 得花多少钱哪 八九百吧 八九百 你现在正在上学 哪来那么多钱哪 我 我打工挣的 你还打工啊 不管怎么说 以后啊 不要那么破费 花那么多钱了 妈 家里能洗澡吗 我想洗个澡 要洗澡啊 我们家的热水器是太阳囊 这么晚了我担心水不热呀 冷水洗了怕感冒 这样好不好 明天你到镇上洗澡堂去洗 可是我今天跑了一天了 身上觉得挺难受的 没关系 只要是水就行了 不洗澡 我睡不着 义伟啊 笑笑这个小女孩不错的呀 奶奶好喜欢哦 你要好好待她知道吧 奶奶 你就放心吧 老头子 让他们怎么睡啊 什么怎么睡啊 我是说让他们睡在一起呢 还是分开住啊 你昏了头了 没结婚怎么能睡在一起啊 这何体统这是 他们不是早就住在一起了吗 我 我不管他们原来怎么样 到了龙门回到孙家 就得按我们孙家的规矩办 我们孙家人是知书达理的 让人家知道了 咱们孙家的脸面不都丢尽了吧 好好好 那就要她睡一栏房间好了 妈 来来来 给我 我来 笑笑呢 真是大城市来的孩子 大冷天的非要洗澡也不怕感冒 妈 就游着她吧 一伟啊 刚才笑笑送的礼物 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吗 是啊 她在来之前特意打电话问我 你们喜欢什么 我告诉她 你别骗我了 你妈还没老糊涂呢 你说八九百块钱 她一个上学的学生 哪来这么多钱呢 她说她打工正的 我知道 钟蕾也在杭州打工 一个月也就八九百块钱 她哪能拿一个月的工资 给我们买那么多东西啊 再说了 你们认识不就一个多月吗 妈 老是这么多心 她是我女朋友 我买的不就是她买的吗 这不都一样吗 我这么说不是为你好 怕你吃亏了 有什么亏可吃的 反正这些东西买了 都是孝心自己家里人的嘛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儿子 挣个钱也不容易嘛 以后不用这么大手大脚 听见没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赶紧休息吧 我睡了啊 去吧 你们家洗手间的那是热水器吗 根本就洗不了澡 水洗得不知道是流还是在地 冻死我了 我头还没洗完呢 这是农村 农村也得洗 也得一洗澡啊 你当农村人 跟你这资产阶级大小姐一样啊 一天不洗澡就睡不着觉啊 我妈都解解惯了 就现在用这太阳能热水器 都是我大姐家淘汰下来的 我们家出门网左拐 有个澡堂子 你自己去吧 澡堂怎么能跟家里一样呢 也没有这么省钱的吧 你下次送你妈礼物 送个热水器啊 你还敢给我提礼物啊 把你脚给我拿下来 我这有说过你的 是你跟我妈说 这礼物多少钱的吧 你知不知道这八九百块钱 在我们这儿是一大笔钱啊 她们能过两三个月呢 本来我送她礼物是让她高兴的 现在倒好弄她心里不舒服 你怎么那么多嘴啊你 你妈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送她礼物她应该高兴才对 再说她问我多少钱 我总得告诉她多少钱吧 谁知道她心里会不舒服啊 那是我妈她心疼我 母爱你都不懂啊 我怎么不懂啊 我送我妈几千块的东西 她都不会那么多事 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你就吹吧你 送你妈几千块的东西 你哪来的钱啊你 把你自己说得跟一掷千金的 富家大小姐一样 你这人怎么那么爱冷嘲热讽啊 我头发湿了 给我找个吹风机 给我找个吹风机 我感冒了怎么办啊 您怎么那么烦啊你 是不是真多啊 这是什么酒啊 这一瓶四五百块钱呢 这两瓶还不得千八百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画得还不都是咱一伟的钱呢 什么一伟的钱 笑笑的钱呢 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两样 别啰嗦了 快睡觉 快睡吧 进来 进来呀 妈 什么事啊 妈 咱们家吹风机放哪儿了 什么吹风机啊 就原来我姐使的那个 早坏了 叫你爸爸给扔了 那算了 你们赶紧睡吧 明日我去买一个 你买什么呀 一个吹风机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你看咱们老街 不是有个理发店吗 去洗一洗 吹一吹 就两块钱 好了好了 知道了 你们赶快睡吧 走 你看看 这孩子知不知道过日子啊 又花钱 年轻人吧 知道你们家是乡下 那也不至于 连个吹风机都没有吧 你就将就乡下吧 我怎么将就啊 我在你们家 已经工作一天了 我现在困死了 头发要干至少要两三个小时 我明天怎么工作 你怎么就那么多事呢 你找几回干毛巾擦擦不就行了吗 算了 看在今天初来乍到的份上 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明天必须要帮我准备个吹风机 什么叫必须啊 我合同里有跟你写 必须要给你提供一个吹风机吗 当然 如果你愿意自己掏钱去买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你给你消气 一伟啊 都快十二点了 你们应该早点休息吧 晓晓 你的床铺我也给你铺好了 就在隔壁 你也快去睡吧 谢谢妈 我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就过去 一伟 你给笑笑爸爸妈妈打电话了吗 笑笑已经打过了 笑笑打是笑笑打 你打就不一样了 笑笑来到咱们家 咱们也得给她爸爸妈妈报个平安啊 这是礼貌啊 你说是不是啊 我知道了 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打 你爸妈知道你出来吧 你怎么和他们说的 我 我人来了不就行了 你管我怎么跟他说的 这是我的隐私 那你爸是警察吗 是啊 怪不得 动不动就拳打脚踢 都是你爸教的吧 那你爸是刑警啊还是明警啊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困了我想睡觉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吗 刚才要不是我妈问你 我真的忘了 签合约的时候 光顾着让你熟悉我们家人了 我都忘了问你的家人了 这哪天要是我爸妈一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不就瞎了 可是你爸妈已经问过我了 我也已经回答了 瞎什么呀 那你妈是做什么生意的 在芙蓉江路电脑城 摆了一个卖计算机的小摊 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啊 我真的已经很累了 我今天都忙了一天了 你以为我想问你啊 偏不告诉我 按这个理说吧 你说儿子领回一个女朋友来 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 你说我呢 这个心里啊七上八下的 真是的 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老头子 你说笑笑这个姑娘是不是有点啊 睡着了 今天终于到了龙门 到了孙家 一切都那么陌生的不可思议 这对我来说 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离我的生活 太遥远了 我的脑子很乱 总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 就像是在做梦 从妈妈出了事以后 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么乱乱的 不知道未来的十四天里 我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可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要把租女友的书写好 把三万块钱的港费赚到 一定要帮妈妈把钱还上 加油 加油 叛了八年了 总算 我现在以为肯交女朋友了 是啊是啊 我呀真怕她钻牛脚尖 一辈子都不交女朋友 现在总算放心了 想想又那么招人喜欢 我现在啊 就盼着他们能够早点结婚 早点生孩子 把子孙蹲笼给挂出去 我们孙家早一点四代同堂哦 妈啊 过了年呐 钟蕾也二十二岁了 再过几年啊 我们就有第五代了 钟蕾是外孙 他又不谢孙 那是不一样的 是啊 要不是那场车祸 孙子今年都八岁了 都要上小学了 哎呀 咱们孙家早该四十同堂喽 不知道 还能不能等到 一伟结婚 能够看到 崇孙子出生 哎呀 妈啊 今天是大年三十 咱不说这些啊 再说了 一伟不是已经 领回女朋友来了吗 过不多长时间 你呀不但能看到 崇孙子降生 还能看到崇孙子上幼儿园 上小学呢 放心吧啊 好 待愿如此 奶奶 妈 一位啊 这么早就起来了 难得放假回来休息 该多睡会儿 奶奶 我这次回来 是专程来陪你们的 睡觉要多浪费时间啊 太可惜了 你看你看谈恋爱 嘴巴都变甜了 会哄人喽 我 奶奶 我不是一向如此吗 爷爷爷爷爷爷 你说的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啊 你那个脸就随你爸 整天薄得紧紧的 你随我不就好了 整天有个笑脸 算了 快放下吧 别干这事了 让你爸爸看见又要说你了 没事 来 快上去看看 笑笑起来没有 还没起呢 他这两天挺累的 让他多睡一会儿 而且从明天起 又要开始拜年了 我怕他身体吃不消啊 还会宠人了啊 以后啊 你就走着瞧吧 你宠着吧 宠媳妇有什么不好 小姑娘就是要宠的 让笑笑多睡会儿 妈 我爸呢 叫那个孙氏学会的人 叫去写春联了 好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叫他去 去去去去 你怎么就这么睡了 你怎么就这么睡了 让我睡觉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不舒服 发烧了 我要睡觉 睡觉 你给我起来 你看现在几点了还给我睡觉 干嘛呀 我还没睡觉 我还没睡觉 我要睡觉 现在已经九点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公司上班 都是九点啊 我已经对你够宽容了啊 我昨天晚上四点的菜 睡得我 我才睡几个小时啊 让我睡觉 你睡几个小时 你睡几个小时 够了够了 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还在这儿 给我干什么兼职来着 我现在可是要给你一天 五百块钱的高薪哪 你还给我脚探两只船 行 你想干兼职是吧 从今天开始 工资减半 没有啊 什么兼职啊 我非看你写什么来 我 我做什么兼职啊 我还不是因为你们家 没有吹风机 我头不干不能睡觉 那样睡觉的话 头会痛的 所以我等到凌晨四点钟 才睡的 你以为我不想睡觉 我都困死了 就看你做贼心虚那样 你电脑里肯定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是不是又给什么 八卦娱乐小报 在这儿写稿子呢 我干嘛要给八卦小报 写稿子啊 我 我写日记 日记 你得慌了吧你 你写日记用得着 那么废情忘食 又那么紧张吗 你管我干嘛 那么废情忘食啊 你管我干嘛 那么紧张啊 什么意思啊 你想偷看我这剑 行了行了 赶紧起来 看你睡的那口鼻演习 一脸阶级斗争的样 好好收拾一下 别下了跟我妈 我奶奶下着 是你妈你奶奶 帮我下着 好 妈 妈 笑笑起来没有啊 起来了 妈您别再吵了 外面摆那么多菜够吃了 我做一个笑笑没吃过的 我问你啊 笑笑愿不愿意吃辣 他 他 他吃 吃啊 好 对了妈 你不了解他口味 交给我 我来我来我来 那你炒 我炒我炒 你妈别的 好好好 那你炒啊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吃辣 我骂死你 我叫你不起 我叫你不起 快吃吧 你尝尝啊 怎么了 我吃吧 这 太辣了 一伟不是说你挺能吃辣的吗 干什么呀 孙一伟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我怎么得罪你啊 你这么打击报复我 我怎么能是报复你呢 我那是给你提提神 让你打起十二万的精神 来面对崭新的一天 小人 幼稚 可笑 整人的点子都那么弱智 我拜托你下次用入脑子 整人的时候想一些有创意 有档次的点子好不好 那我还真没办法 对待你这种弱智的对手 我只能用这种弱智的办法喽 我告诉你 你下次要再这么说我的话 你就死定了 一伟啊 你们在干什么呢 妈 妈 没事 我带笑笑看看这儿的风景 对啊 昨天人太多了 没来得及看 挺美的 是啊 是啊是啊 是该看看 一伟啊 你带笑笑到处看看去吧 好 去吧 去吧 好啊 谢谢妈 你干吗呀 我什么干吗呀 我困了我要睡觉 你这人怎么那么懒啊 你妈刚才说了 让你带我参观一下的 你刚才不是说你困了吗 我现在给你补教的机会 你别来劲了你 我现在不困了 再说了 我出来乍到你们家 你是不是该带我参观一下 行行行 你自己啊随便看 你不困啊 我困了 我要去睡会儿啊 好啊 反正我这个人呢 好奇心比较重 手脚比较不老实 我要是碰了什么不该碰的 看了什么不该看的 我 行行行 走吧 走走 行行 妈 你以为带我出去逛逛 去吧去吧 快去玩吧 去吧 去吧 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啊 上床了你啊 我不是按照你的指示 在熟悉工作环境吗 去吧 你把这些试图能啊 怎么办啊 那么多照片啊 行了行了 别看了 走吧 孙翊蕾 这是你那个双胞胎兄弟呀 他是你哥还是你是他哥 我怎么没见过他 他不在龙门啊 我们还有好多房间 是你没看过的 走 我带你去啊 我别人都见过了 就没见过你这个兄弟 他在哪 我说你这种好奇心 怎么那么重呢 你应该夸我敬业 他不是你们家人吗 是你跟我说 你们家人都是我的工作对象 那为了我的工作的顺利展开 我应该积极热情地 你去了解我的工作对象 你应该积极热情地 配合我才对 你是该积极的不积极 不该积极的瞎积极 瞧你那样 他是不是从小总打你 你事事特别怕他 要不就是你以前做过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 觉得内心有愧 我知道 一定是你从小 事事都不如他 所以心里特别难过 所以提起他就急 这 这么神神秘秘的 今儿年三十 他今天晚上应该会回来吧 我还没看完呢 干什么呀 我还没看完呢 别拉着我 我要慢慢看 那儿有一个房间 那住的是谁啊 那是仓库 里面都是东西 我带你上那边去 走 妈 妈 你干嘛呢 妈 你这干嘛呢 洗面筋呢 洗面筋 面筋是洗出来的 对啊 妈 您不会是用这里的水洗的吧 是啊 可是这 这水多干净啊 这样会污染环境的 怎么会污染呢 烟池里的水是活水 在这儿洗啊 又痛快又舒服 比在自来水洗啊 舒服多了 再说了 自来水还得花钱 怎么了 走吧 妈 我们先走了 吃吧 你妈怎么那么不讲卫生啊 你妈才不讲卫生啊 这水这么脏 一看你们家人做戏习惯就知道 你们根本不可能是什么 皇族后裔 孙一伟 不过你们全家人都在撒谎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孙权后代 我跟你撒什么谎啊 我们家本来就是孙权后代 有人拿老祖宗撒谎的吗 我们龙门住着七千多号人 全是孙权后代 你这种人贱多了 只要信孙的名人 都是你们家祖宗吧 别往自己里拿贴金了 你不会告诉我 孙中山也是富洋人吧 孝孝 你答对了 真聪明 孙中山先生的祖先 就是出自我们富洋 可是叔叔 全世界人都知道 孙中山是广东中山人啊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 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孙丽 乃是孙权弟弟孙邝的后裔 所以孙中山和我们吴大帝孙权 是同宗不同之 孙中山和我们吴大帝孙权 孙中山和我们吴大帝孙权是同宗不同之 帝孕复宫 被封为傅春侯 这就是富洋孙氏的开始 我接着跟你讲 这个孙氏 这外面好冷啊 要不我们进去见 你冷了 那好 我们进去说 来 想想 你是我们龙门的儿媳妇 对龙门的文化一定要清楚 这个祖宗是谁的 是很重要的 今天呢 我只是给你简单地讲了一下 叔叔 说实话 现在像您这样学习渊博 对龙门无所不知的前辈 真的是太少了 能听你给我讲关于富洋的故事 我觉得挺荣幸的 可能好多人讲的讲不明白 也可能好多人听都听不到呢 晓晓 如果这两天有时间 我带你到祠堂去看看 我再给你详详细细 你仔仔细细地讲一遍 你印象就更深刻了 嗯 好 我看你马匹拍得不错嘛 不是你跟我说 让我配合你们家人吗 很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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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ugs 滚滚长江 东市水 浪华桃尽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帤哥 一直珍西构 西洋湖 我们的先祖孙权 可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啊 晓晓 你是孙家的媳妇 以后啊 当然也就是孙权的后代了 来来来 吃菜 你少喝一点 过年了嘛 高兴嘛 来 晓晓 来来来 喝一点 喝一点啊 我们龙门的女人哪 酒量都是很大了 喝吧 喝吧 这米酒甜甜的 很好喝的 来 这个有面筋啊 要趁热吃 蘸点料更好吃了 来 吃吃 这个面筋哪 可是孙权亲手洗出来的 当年曹操大军南下 直逼东吴 孙权准备了几万吨军粮 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没想到曹操却命几个士兵 把十多车面粉戳破了 实质梅雨季节 雨水顺着小洞漏了进去 使面粉结成了团 并有了酸味 十多车面粉不能食用 孙权感到特别着急 这可怎么办呢 他就命令士兵 从面粉中挖出一个粉团 放在水中洗 上面的细粉慢慢洗掉了 这个面团慢慢就变得柔软了 而且没有了酸味 大家大喜过望 孙权就命了厨子进行烧制 厨子把它切成小块 放在油锅里一炸 大家尝过之后 都赞不绝口啊 并让孙权取名字 孙权一想 这个东西 跟牛筋一样热 又是面粉做的 那么 就叫它面筋吧 这下听清楚了吧 吃起来啊 更有味道了 来 休休 赶快再吃一个啊 来 面筋要趁热吃 趁热吃 趁热吃 快吃快吃 好吃啊 你没有吃过的 我看不起 当你的表情浮现无奈 连何事后都要我猜 我却还不明白 以为你还在释怀 当你说无法给我关怀 不要我再继续等待 我却放不开 跟着你我也停不下来 你的爱渐渐离开 我却还在徘徊 怎么将这份爱慢慢放开 我见了爱情的债 你的爱渐渐离开 回忆快将我掩埋 思念长了障碍 我承受不来 时间将我出卖 我却无法刷来只剩事外 还渐渐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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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渐渐渐的离开 还渐渐的离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